好 賀新年 祝新年 苦年假期 最適合忙了一整年的客官們 拿來補劇兼支持郭燦 小編這就提供Google 2022 熱搜台劇Top5各種劇情任你挑 舒淨 江漢 還有毒品 這些浪劑怎麼都跟你有玩 吐年最熱台劇 那當然是大咖雲集的華燈初上 尤其誰殺了蘇媽媽話題連燒兩年 終於在去年揭曉犯人 想爽追三不取的人絕對不能錯過 希望我們未來的日子裡 不要再有後悔的事情發生 在一個月內呢 看誰先找到結婚對象 沒找到的呢 去爸的墳錢貴 媽別鬧了找來比利姐 賈靜雯 柯佳燕 野母女 除了愛情更多親情 淚中帶笑的故事讓過年更添喜氣 在等待那個對的人出現 你可不可以有一份 不要那麼性感那麼光重啊 掏錢 女人的婚姻就是事業 離婚就當作之前 婚兒的中天 老公掛了就當公司倒閉 你根本就是眼紅 陳如柔 你不要破壞我的幸福 你拿菜刀丟我耶 我是你女兒 我會一直不停回想那件事 我發誓我應該殺了謝志忠 我已經結婚了 你不要再騷擾我 她和她的她一起沉重 點出了女性在社會上受到的各種侵害 徐偉寧在劇中演技突破亮眼 深刻的劇情加上演員們精湛的表現 難怪能成為去年熱搜台劇第三名 丹妮我要你們幫我保守秘密結果呢 這是我們的林承欣好 我跟他毀掉他怎麼樣 你不要過來 你把真相說出來 悲劇才能真正的發現 林承欣快走 台北到底哪裡好 想試試看啊 是什麼 怎麼工作嘛 你告訴我啊 我幫你找啊 台北女子復健 女主角北上打拼的故事 當時一播出就有先情激烈的南北論戰 趁著過年回老家期間看看 或許能對劇情更有體會 我從小到這樣 我就一直說 我想要成為什麼樣什麼樣的人 然後我就 我就一件事情都沒有做到啊 軒姐 手機怎麼樣才能坐進咖啡裡啊 我現在要在她頭上鑽一個洞 不是這樣子吧 春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 展現出人生百態 笑料不斷 更點出許多偏向意料的困境 溫馨又搞笑的故事 獲得外界不少好評 更讓去年台灣電視劇 載創收視高峰 在牢下人外科 肯定是總裁的故事 總裁的故事 小編加碼推薦單身男女們 在過年期間 看個初戀出鏈 吸收純愛養分吧 看完梳琪勇氣 拨个电话给他 或许就点在兔年迎来新恋情哦 我们就 trouver таких 如果你们继续 dependencies 如果无聊的话